当情绪发作的时候,可能会为自己和他人带来伤害 从佛法的观点来看,人叫做有情众生 既然有情,那就有情绪 情有很多种 一种是情操,有艺术家的情操,宗教家的情操 这种情操是理性的情 能够对人,对世界,对自己都是有益的 第二等是情感 情感是跟亲人之间,跟自己有关系的人之间 还有对自己嗜好所喜欢的,以及不喜欢的之间 发生感情的现象 情感不如情操那么高尚 情感可以善,可以恶 因为情感是自私的,以自我的喜怒哀乐为依据 情操是非常干净的 也可以说是非常的和平稳定的 因为有做我们说得很清楚 欲地情色因,金生收之事 他说,你要知道你过去成长做了怎样 你这四人所成长的 你所遇到的,面对的,这都是事 所以我们这四人,你可以拥有多少 那这,那不是你现在厉害的 那过去成长经济正了 现在呢,三省那个岗,这样呢,开那个现行之意 那如果你富贵,你又不允许 这样呢,你又要在那里面,你又是一个很痛苦的人 那如果你如果是可以的地狱 好,虽然我们这里有点赞,但是你会过去成长经济正了 那如果没有幸福的人,就是没有地狱的人 情绪是情感而来的 因为情感不能发泄,不能满足 情感发生的冲击,情感发生的阻扰 这时候就会产生情绪 情绪是绝对没有理性的,是非常波动的 情绪一来的时候,如同无名火 可能会大哭,可能会大笑 也可能弄得不好会揍人 暴力的倾向就会出现 用语言就是粗语,用动作就是粗暴 所以,情绪不是好东西 如果情绪稳定的人,心理和身体会健康 并且经常在生活非常愉快 轻松和平静的情况之下 因此,情绪会给自己,给别人带来灾难 所以,当情绪快发作时 打坐或念窩咪陀佛可以帮助稳定情绪 法际新闻,廖杰林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